扁鹊见蔡皇宫 韩非子 韩非约公元前281年至公元前233年 生活于战国末期时期的韩国 大约位置在今天的荷兰省新政市 他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思想家 有关韩非生平的史料很少 史记里面有老子韩非列转 是记录老子 庄子 生子 韩非子四个人的合状 有关了解韩非可以在史记里面去看一看 韩非为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他的法家思想在秦王寅政灭六国的时候 就是以韩非的理论为中心思想 韩非为韩国的宗室公子 也就是诸侯王的儿子 当时公子这个意思就是指诸侯王的儿子 后来放置有钱人家豪门氏族的年轻男子 叫公子 本文出自韩非子御老 扁鹊见蔡皇宫 立有见 扁鹊曰 君有吉在咒里 不自将恐生 皇后曰 寡人无吉 扁鹊出 皇后曰 医之好自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 扁鹊复见 曰 君之病在肌肤 不自将一生 皇后不应 扁鹊出 皇后又不悦 居十日 扁鹊复见 曰 君之病在肠胃 不自将一生 皇后又不应 扁鹊出 皇后又不悦 居十日 扁鹊望皇后而还走 皇后故死人问之 扁鹊曰 急在咒里 叹胃之所及也 在肌肤 真实之所及也 在肠胃 火其之所及也 在骨髓 失命之所熟 无奈何也 今在骨髓 成事已无情也 居无日 皇后体痛 死人所扁鹊 以桃情矣 皇后睡死 这篇文章不是很长 我们来一句一句的看一看 扁鹊 剑 蔡皇宫 这里的剑 就是指的拜剑 扁鹊是拜剑 蔡皇宫 蔡皇宫是齐国的国君 也叫齐皇宫 有的书把它称为齐皇宫 吏就是战吏 剑 一会儿 战吏有一会儿 扁鹊说 你有病 在咒里 咒里就是皮肤的纹路里 皮肤的表面 叫咒里 不治将恐生 恐生 如果不医治 这个病将更加厉害 皇后曰 蔡皇宫说 寡人无疾 寡人是国君用的 自己说自己叫寡人 无疾 没有病 扁鹊退出离开了 皇后曰 医医生 好 喜欢 治医治 不病 没有病的 以为功 当成功了 居十日 过了十天 扁鹊又来见 复见又来见 曰 君子病在肌肤 肌肤就是皮肤里面的肌肉 已经到了皮肤的下面了 进入肉了 不治将一生 日益加重 一生日益加重 皇后不硬 硬就是不理他 皇后不理他 扁鹊拜见蔡皇宫 站了好一会儿 扁鹊说 你的皮肤的纹路里有病 不医治 恐怕要更加厉害起来 蔡皇宫说 我没有病 扁鹊便离开了 蔡皇宫说 医生喜欢给没有病的人医病 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功劳 过了十天 扁鹊又去拜见蔡皇宫说 你的病在肌肉里 不医治将会日益加重 蔡皇宫不理他 扁鹊出 扁鹊退出去 离开了 皇后又不悦 悦就是高兴 居过了十天 居十日过了十天 扁鹊复见 再一次见 曰 君之病在肠胃 不治将一生 这次的病在肠胃 不治会更加日益严重 皇后就蔡皇宫 不应不理他 应不理他 扁鹊退出去 离开了 皇后又不悦 又不高兴 过了十日 扁鹊望 望就是远远的看见 皇后 望见了皇后 而皇走 皇转头 转身就走 皇走 转身就走 皇后 故使人问之 故特意 使人派人 问问原因 问之 问问原因 扁鹊曰 急在咒里 皮肤上 用药物热敷 可以得到疗效 烫胃 用药物热敷 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里都胃 不度孕 不度孕 这里都胃 之所急也 可以得到疗效 扁鹊出去以后 蔡皇公很不高兴 又过了十天 扁鹊再一次去拜见 蔡皇公说 你的病已侵入肠胃 再不抓紧医治 将会更加严重 蔡皇公还是不理他 扁鹊出去以后 蔡皇公又是很不高兴 又过了十天 扁鹊远远的看见蔡皇公 转身就走了 蔡皇公特意派人去询问原因 扁鹊说 病在皮肤上 用热水无一无 药物热敷就可以得到疗效 烫味之所急也 就是用药热敷热敷可以得到疗效 在肌肤 在肌肉里 真实就是用真刺疗法 也有疗效 在肠胃 火其之所急也 火其吃清火的药 有疗效 之所急也 在股水 进入到股水里 私命之所书 私命就是传说神话中 掌管人的生命的神 之所书 这个事情进入到股水里面 它就属于私命之所管了 属于掌管人的生命的神 无奈何也 我没办法了 医药没有办法了 今在股水 成事已无情也 成就是我 就是扁鹊 无没必要了 请 请求给他医治了 我就没必要给他医治了 巨无日 过了五天 黄猴体痛 浑身疼痛 死人所扁鹊 死人派 派人去寻找 扁鹊 已经跑到了秦国去了 逃 就是跑到 秦秦国 黄猴睡死 接着黄猴就死了 在肌肉里 用针刺疗法 就可以得到疗效 在肠胃里 吃清火的药 也还能治疗 进入到股水里 那就属于掌管生命的神 所管的事 医药 没有办法医治了 现在 病已进入到股水里 所以 我就 没再请求 给他抗病 过了五天 蔡黄公 全身疼痛 急忙派人 去寻找扁鹊 可扁鹊 已经跑到秦国去了 蔡黄公 于是 就死了 我们来看一看 整篇文章的翻译 扁鹊 扁鹊拜见蔡黄公 扁鹊站了好一会儿说 你的皮肤的纹路里有病 不医治恐怕病情会更加厉害 蔡黄公说 我们又病 扁鹊便离开了 蔡黄公说 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医病 把这个当成自己的功劳 过了十天 扁鹊又去拜见蔡黄公说 你的病在肌肉里 不医治将会日益加重 蔡黄公不理他 扁鹊出去以后 蔡黄公很不高兴 又过了十天 扁鹊再一次去拜见蔡黄公说 你的病已侵入肠胃 再不抓紧医治 将会更加严重 蔡黄公还是不理他 扁鹊出去以后 蔡黄公又是很不高兴 再过了十天 扁鹊远远地看见蔡黄公 转身就走了 蔡黄公特意派人去询问原因 点确说 病在皮肤上用热水无一无 药物热敷 就可以得到疗效 在肌肉里用针刺疗法 就可以得到疗效 在肠胃里 吃清火的药也还能治疗 可是 现在已经侵入到骨髓里 那这就属于掌管生命的神 所管的事 医药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 病已进入骨髓里 所以我就没再请求给他抗病 过了五天 蔡黄公全身疼痛 急忙派人去寻找扁鹊 可扁鹊已经跑到秦国去了 很快蔡黄公就死了 本篇文章节选至韩非子育老 题目是后人家的 有的叫扁鹊说病 扁鹊姓秦 战国时代的著名医师 与华佗 张仲景 李时珍 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 文章通过扁鹊对蔡黄公的三次劝告 和蔡黄公固执不听劝告 致死病入骨髓 忠于死亡的深刻教训 告诉人们 有了疾病必须及早防治 防似要防危杜见 及早筹措 这则预言启示我们 汇集记忆 终必上升 主观固执必然耳目必塞 有了缺点和错误 如不及时克服和改正 势必越陷越深 做成大错 谢谢大家 再见